要懂得 众福修会 这是一个基本的理念 人不能没有福 不能没有会 很多人对于福产生最大的误会 我们住在这个小村里头 我们把佛经上的好的句子 把佛像 供养在院子里面 我们的邻居看到了 劝我们不要修佛 不要拜神 这是迷信 他们看到不喜欢 我们就问他 你要不要福报 要 福报要 要不要智慧 要 我说那福是什么意思 你知不知道 不知道 说福是迷信 错了 福不是迷信 福就是智慧 福就是福报 那归一佛 二祖尊 二就是福跟会 足是圆满 福报圆满了 智慧圆满了 这就叫福 那你不要福 就是不要智慧 不要福报 不要智慧 不要福报 贫贱 我们要福 我们求福求会 学福就是学智慧 学得福报 怎样才能得到 我们学了几十年 真得到 所以才劝你 我要没有得到 不劝你 我真得到 这是什么 没有人教我 没有人不得讲清楚 讲明白了 所以你细细观察 排斥 福 还障碍别人修复 这个事情不能做 为什么 来生 生生世世 都没有福报 都没有智慧 你说多可怜 这一生 有没有智慧福报呢 没有 有智慧福报 他决定不干这个事情 真正有智慧的人 反对一桩事情 他一定把这个事情 研究清楚 搞彻底 然后告诉 我为什么反对你 真正搞清楚 搞明白了 真正搞清楚 搞明白了 真正搞清楚 反对的概念 全没有了 你完全把它误会了 认错了 换一句话说 佛菩萨 蒙 不白之愿 你冤枉他了 冤枉好人 有没有随口 你冤枉好人 在因果里 将来一定 人家冤枉你 一报 他就 因了 他就有果嘛 这一生没有来生 肯定有 后世肯定有 没有随口 有纤1 有纤1